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状况 昨天南部地区很热吧 今天还会继续这么的热 甚至于更热 因为吹偏南风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地区的高温是相当的高 昨天在台南的北辽出现了37.1度的高温 在高雄的内门这些都是比较内入 然后靠山区的 但是属于相对平地的靠山区的地方 也出现了36.3度的高温 今天还是很热 不过午后要注意因为热对流的关系而产生的降雨 不过目前看起来累积的雨量不会太大 所以会有一些降雨 还是要注意 但是还不至于造成暴雨 那这个是稍微可以放心一点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短暂正雨 降雨几率是30% 那因为有封面来报道 要特别注意 而中部地区呢 晴蚀多云 降雨几率呢 是10% 白天的温度呢 是很高的 那南部地区也晴蚀多云 降雨几率只有10%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正雨 主要是花莲县呢 有30%的降雨几率 那宜兰跟台东的降雨几率是20% 澎湖地区也是多云降雨几率是10% 好所以呢 北部地区主要是台北市啊 30%的降雨几率 其他地区都20%的降雨几率 午后的几率降雨呢 几率是比较大的 在温度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4到33度 很热 中部地区25到32度 南部地区是25到34度 东部地区是24到32度 澎湖地区是24到29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高雄宜兰跟澎湖都是25度 台中台南花莲台东都是26度 特别有高温资讯啊 在中午前后高雄市还有台南市 以及屏东县可能会出现36度 以上的高温 我们刚刚提到了包括了台南 还有高雄接近内陆的一些 平地呢有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昨天就已经出现了 今天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出现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 都是下跌的 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475点 刷盘指数是37,983点 跌幅1.24% 纳萨克下跌了267点 刷盘指数是16,175点 跌幅1.62%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75点 刷盘指数是5123.41点 跌幅1.46% 飞成半导体大跌了161点 刷盘指数是4745.05点 跌幅高达3.29% 上个礼拜五呢 美国股市交易的期间 只是传闻伊朗要报复以色列 之前的攻击伊朗驻西里亚的大使馆 这件事情 但是呢真正的空袭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生 那可是呢在周末的这一段期间 好空袭已经出现了 然后呢同时呢 那么也拦截了99%的无人机 然后以及相关的导弹 而伊朗呢也宣布说 整个报复已经完成了 那么现在关键点在于 以色列会不会回击报复 而这个回击报复的力道呢 对于市场如何的评估 未来的表现 其影响是大的 所以呢今天从亚洲市场 从原油市场 黄金市场 美元市场 债券市场 然后到股市 每一个市场都会回应这件事情 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油价 再次提醒上个礼拜五呢 美国股市还有汇市 以及油市 黄金啊 这些贵金属商品交易 交易期间呢 其实伊朗的空袭 还没有真正的出现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的油价 油价呢 反映的是即将要出现 伊朗攻击以色列 所以呢 纽约用企业价格上涨了 0.64美元 美桶的报价85.66美元 涨幅0.75% 不过就一周而言呢 原油还是下跌了1.4% 拜布兰特原油呢 上涨了0.71美元 美桶的报价是90.45美元 跌幅0.75% 上涨了0.75% 不过就一周而言呢 仍旧是跌了0.8%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黄豆 好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在上个星期五 是上涨了1.22%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在上个星期五 上涨了1.40美元 美奥子的报价是 2374.10美元 涨幅0.06% 白银的期货上涨了0.28% 铜的期货上涨了0.13% 白银的期货上涨了1.81% 上个星期五呢 黄金在盘中一度上涨超过了 上涨呢 使得这个每盎司的报价 来到2400美元 不过最后呢 尾盘的时候呢 涨幅收敛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的部分 纽约这个美元指数呢 在上个星期五也是反映 伊朗可能即将攻击 以色列这件事情呢 所以呢 它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7个百分点 来到106.01 一周呢 就上涨了百分之 1.6% 涨幅相当的大 不过不只是反映 这个伊朗跟 这个以色列之间的 中东局势的变化 很重要的是反映 美国的联准会呢 降息的时刻表正在快速的往后延 因为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啦 还有这个就业的这个情况 都显现它的通膨的状况 仍旧是非常的严重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欧洲三大早股市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是涨跌互建的 因为金融18百分之五 指数上涨了71点 涨幅0.91% 法国巴黎正商工会指数 小跌了12点 跌幅0.16%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下跌了24点 跌幅0.13%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一个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其实上个礼拜哦 那么美国股市呢 是连续的第二周下跌 道琼呢 一周跌了2.4% 这是创下了一年来 整个道琼指数单周的最大跌幅 它反映的不只是伊朗跟以色列 那么很重要的反映的是 美国联准会降息的预期 往后延这件事情 而标普指数呢 一周周跌了1.5% 纳斯塔克一周也跌了1.6% 而非诚半导体呢 一周也跌了1.54% 可是呢 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使得 美元指数一周涨了1.7% 来到106.01 那么这是创下了2022年以来 最大的单周的美元指数的上扬 而十年期的这个美国的债券市场呢 也出现了价格上扬 殖利率呢 往下跌的一个情况 这是反映呢 地缘政治上面的紧张 但是呢 其实这里面就很吊诡 一方面地缘政治的紧张 但二方面呢 因为美国升息预期往后延 所以呢 殖利率其实是先涨 而在上个礼拜 其实殖利率先上涨 但上个礼拜又出现了 债券的避嫌买盘 开始的殖利率呢 十年期供在殖利率下滑了 大概9到10个基点 不过现在凌晨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看到亚洲市场开盘 美国的十年期供在殖利率 又开始往上升 那么避嫌买盘可能有缩手 因为我们看到美股的期货盘 目前呢是上涨的 好就代表的是 对于地缘政治呢 因为那么伊朗说 他们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这一些 这个整个的这个报复行动 所以呢 那么那么以色列现在观察的是 以色列会不会回击报复 好另外要观察的是 赫姆兹海峡呢 会不会被封锁 那这也是很重要的观察点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上个礼拜五呢 在美国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财报 好那么那么财报中呢 正式的登场 上个礼拜五公布财报的包括了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 花旗银行 它的营收获利或许都优于预期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些 只要不如市场的益的地方呢 我们看到市场的反应就会很激烈 比如说像是摩根大通 因为对于全年的利息的净收益 低于预期 所以呢 它的这个股价就暴跌了 百分之六点四七 富国银行呢 股价呢 也同样是因为利息净收益低于预期 所以呢 股价也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三九 花旗银行的股价呢 也跌了百分之一点七 这也是拖累上个星期五 美国股市的重要原因 另外要注意的是密歇根大学 在上个星期五所公布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的下滑到77.9 这不但比三月份的79.4要来的低 而且也比预期要来的低 而另外一方面就 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往下 但是呢 对于未来的通膨预期 却是上升的 一年期的通膨预期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一 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五到十年期的通膨预期 也上升到三点零 创五个月来的新高 好那这个礼拜呢 就继续要观察的是美国的 这些上市公司的财报 以及美国三月份的零售销售 这些经济数据 好另外我们再来观察的是 G20财政部长会议呢 这个礼拜呢登场 那现在呢 日经新闻 我觉得反映的反而是日本 现在呢 聚焦在强势美元 认为呢 讨论强势美元 这件事情是很多的开发中国家 新兴国家 所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也是日本所关注的焦点 因为日元呢 对美元今年以来贬值百分之八 大概跟土耳其里达 贬值的幅度差不多 土耳其里达也贬值了百分之八点八 韩元也贬值了百分之五点五 另外呢 不管是这个欧元啦 或者是澳币啦 加拿大币啦 对美元呢 都有百分之二点八到百分之四的贬值幅度 上礼拜有部分的央行已经出手 来逐贬 包括了像巴西央行 以及印尼央行 都是直接的干预 而土耳其央行是 升息来避免这个贬值 那么菲律宾央行呢 也表示货币政策要将更应判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英国美国联合出售 那么限制俄罗斯的金属交易 那么要求俄罗斯的镍 还有铝以及铜的交易 不可以在伦敦的金属交易所 或者是这个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 来挂牌交易买卖 那当然绝大多数的这一些 这个这些金属交易 其实都是直接金属交易商 然后呢去跟买 去跟这一些开采商直接的买 其实并不需要经过交易所 但交易所定价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铜镍铝的这一个 这个定价功能 值得观察 好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 那么日本的新日铁收购 美国钢铁这件事情呢 上个星期五虽然美国政界都反对 这个收购案 包括了拜登也出言说表示反对 这是日本要收购 但是美国也就反对 那可是呢 美国的钢铁公司的股东 仍旧呢 这个在股东会当中批准了 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案 所以这个案子的后续呢 还是值得观察 让我们知道说 从4月8号上个星期呢 美国有一连串的代表团 访问荷兰德国 还有日本 希望呢 荷兰德国跟日本 能够围堵中国大陆的晶片 更进一步的围堵 尤其是这个荷兰的艾斯摩尔 要求连维修都必须要停止 而德国呢 它拥有的蔡司光学镜片 对于这一个光刻机呢 其实是重要的零组件 日本呢 是属于半导体的新材料 这件事情 但是呢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包括了 日本德国跟荷兰的官员 都告诉美国官员说 我们要再评估一阵子 那么看起来 其实受年底的总统大选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好 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在上个礼拜五呢 公布三月份的进出口数字 都比意外的 就意外都是下跌的 那么出口呢 年减7.5% 那么进口年减1.9% 那进出口的衰退幅度 超乎预期 这里面呢几个因素 一方面呢 是去年的三月 基期很高 二方面是 今年三月的工作天数 比去年的三月工作天数 少两天 但最重要的是 因为鸿海供应链瓶颈的关系 很多的订单 一月份提前的出货 所以导致中国大陆呢 一二月的进出口 意外的上扬 但没想到三月呢 就意外的冷 好 这一点呢 值得观察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的这个几家商业银行 尤其是在上个礼拜五 最有名的招商银行呢 将长天期的三年期 五年期的大额存单 在银行的APP上面呢 下架 那意味着希望能够将 这一些定存的金额 能够呢 这个进入市场 就进入股市 不过上个礼拜五呢 陆港股都下跌的 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 14点跌幅0.49% 深圳城市下跌了72点 跌幅0.78% 香港恒生指数 则大跌了356点 收盘指数16738点 跌幅高达2.09%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 那么开低走高 但是最后杀尾盘 仍旧小跌了16点 跌幅0.08% 不过OTC呢 是上涨了1.77点 涨幅0.7% 不过呢 台北股市已经是 连续八周 周线都是上扬的 今天一开盘要注意 1吧 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